我們來討論這個B4三元組 什麼是B4三元組? 就是說我現在有三個數 這三個數的話 它是自然數 而且它滿足這個B4定理 就是A0A加上B0A等於C0A 那我們就稱為ABC是B4三元組 那我們最主要是要談那個值 值B4三元組 也就是說如果ABC這三個數如果負值的話 那麼這個三元組我們稱為值三元組 就值數的值 值三元組 那現在我們來討論這個值三元組 值三元組有兩個性質 第一個性質就是說 因為ABC它是負值的 那這樣子的話 所以這個ABC它會兩兩負值 ABC它會兩兩負值 為什麼呢?理由是這樣子 理由是說 ABC三個負值 如果AB沒有負值的話 如果AB它有功因素D的話 那有D平常可以抽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呢 D就是C的因素 那ABC就有功因素D 所以這就矛盛 所以D只能是E 就是說兩兩它的負值 因為如果這兩兩不負值的話 比如說 它有最大功因素D的話 帶進去 你會發現A它有功因素D 所以的話 這樣的話就違反你這個假設 所以ABC它是兩兩負值的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這個ABC的話 它一定呢 這兩個數一定是1G1O 那這兩個數一定是1O的話 所以C它一定是偶數 C一定是偶數 這兩個一定是1G1O 好我們現在來論證 就是說 第一種情況就是說 兩偶 AB兩偶 AB的話呢 如果是兩偶的話 如果是兩偶 兩偶 偶數就是EVEN EVEN 或者說兩偶 因為我們不太好 如果這個AB是兩偶的話 那麼它有2的因素 2的因素抽出來的話 C它有2的因素 那這樣的話 三個就沒有負值 所以AB兩偶 不可能 好 第二種情況就是說 A是基數兩G 如果是兩G的話 那我就 假設 A的話是等於 2X 就是2M好了 2M加1 這個都是整數 那B的話 我令它是等於 這是2M加1 M 然後帶進去 這個平方以後 就是4M平方 加4M加1 加多少呢 這是4M平方 加多少呢 4M加1 那這個是等於C平方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想著 如果這個是G數 那這也是G數的話 那這一定是偶數 為什麼 因為G數的平方的話 是G數 G數的平方是G數 兩個G數加G數的話 兩個加1就是偶數 所以C它一定是偶數 那C我就令它是等於 是等於那個 2L好了 那這個就是2L的平方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把它加起來以後 結果發現呢 是4倍的 M平方加N 加N平方加N 這是等於2L平方 那我通常把它除以2 除以2以後 是2M平方加上N 加上N平方加N 這是N啊 1 加1 這個是等於2L平方 但是問題是 這邊是G數啊 這邊是偶數 所以兩個不可能相等 所以 2G的話也不對 所以只能是1G1偶 好 那我現在就假設 假設 假設 這個A的話 是G好了 那B的話 這是偶數 那這樣的話 C的話 它就一定是G了 好 因為你 這個是G數的話 G數的平方還是G數嗎 偶數 偶數的平方還是偶數 G數加偶數的話 一定是G數 那這個是G數的話 那C不可能是偶數啊 所以C只能是G數 C的話呢 只能是G數 好 那 那這樣以後 那我們現在 來證明一個定理 這個定理的話 是說 這個值 值 值這個B式三元組的話 我們可以 可以那個 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A等於是多少呢 2分之 S平方 減T平方 然後 V的話 是等於多少呢 這個的話 就變成什麼呢 G數 G數 G數的話 是變成偶數啦 因為我要令它是G數嘛 所以這個是ST 那這個是 2分之 S平方 減掉 T平方 C的話 就是等於 2分之 S平方 加上 T平方 然後呢 ST 它都是G數 好 然後呢 這個 任意的G數 然後呢 任意的G數 然後 其中呢 S 要大於T 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E 大於等於E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來證明這個式子 我就把這個移過來 這是G數 A平方 等於多少 移過來 這C平方 減B平方 就是C C加B 乘以C減B 這A平方 好 那我現在呢 要證明說 這兩個負值 如果這兩個負值的話 但是 這個是平方嘛 所以這小的 這個一定是某個數的平方 等一下我再證明說 證明說 這兩個數 它是負值的 這個等於1 我等一下再證明 我假設它是負值的 如果它是負值的話 那 一G一偶嘛 所以這是G數 這也是G數啦 那這個呢 它乘起來是 某個G數的平方嘛 代表呢 這個一定是 某一個G數的平方 乘以另外一個G數的平方 沒有其他的可能啦 這個東西如果沒有 不是什麼呢 不是 某個 某個什麼呢 某個G數的平方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不能來開放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曉得什麼呢 曉得A 它會等於ST 然後的話 C加V 等於R3 等於S平方 C減V呢 等於T平方 好 那這個 這G數 是偶數嘛 所以這是G數 這整個是G數啦 整個是G數啦 整個是G數的話 所以這是 這S是G數 因為S如果偶數的話 偶數的平方一定偶數 不可能G數嘛 所以S它一定是G數 通常到底T也一定是G數 那現在我都可以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C是等於多少呢 加起來 加起來除以2 2分之S平方 加上T平方 然後呢 V的話 1-2 V的話 就等於多少呢 2分之S平方 -T平方 這樣齁 就是這兩個負值 那ST它也是負值的 就是說 我證明它兩個負值以後 我都可以證明這兩個是負值的 也就是說 S跟T 是兩個負值的基數 負值的基數 好 那這樣 以後我們來證明這個東西 那這怎麼證 首先呢 我們曉得這個V跟C 它是負值的 我們剛剛在這裡就證過了 好 那現在的話 如果 我現在假設C加V 跟C-V 它的最大負值 我假設D 那這樣子的話 我C加V 就可以寫成DH 那C-V 可以寫成多少呢 這個是DK 其中HK 它是負值的 那我把它加起來以後 的話 2C 等於是等於三 等於D H加K 那一減的話 是2V 等於多少 D 這個H-K 所以 D它只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的話 就是說 它的話是2 為什麼 因為D的話 它可能是這個的因素 D如果是這個因素的話 它可能是2的因素 或者D是它的因素 那D如果也是它的因素的話 那因為這兩個負值 所以D只能等於1 也就是D它有可能等於2 或者是等於1 或者是1 只有這兩種可能 好 那如果D 它是等於2的時候 如果D它是等於2的時候 那這樣的話 那我就曉得說 這個什麼呢 這個 嗯 2的話 它是什麼呢 2的話 它是什麼呢 它是那個C加V的因素 那2的話 它也是什麼呢 也是C-V的因素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嗯 怎麼講呢 這個 這個時候的話 那我就曉得 這個 C加V 那1 那1 2H' 1 1 2H' 1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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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H' 2H' 這個D如果是2的話,那我們剛剛不是講嗎? 講說,這個最大供應數是2的話,所以這個它有2的因素 這個也有2的因素,因為D是這兩個供應數 這個有2的因素,這個也有2的因素 所以這個它有4的因素,那代表A它就是偶數 那現在就矛盾了,我們剛剛講,A它是奇數 A的話它是奇數,現在就矛盾了 所以的話,D它不可能是2 那D不可能是2的話,所以D它只能等個1 也就是說,這兩個就負值 那這樣我們就證明了 證明以後的話,我們就想了呢 這個定理它是成立的